今天有團體去警署報案 希望警方可以調查海洋公園涉嫌觸犯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 其實就是我們的動物團體代Pinky說他的訴求 或者各市民都會看到動物正式的表現 他其實是在感受什麼 我們就說回他的感受給警方知道 他竟然一句就說他貪玩 小孩子也會有時把頭撞牆 小孩子一定是有少少問題 你會不會說他貪玩是這樣的喜歡撞牆 你說什麼就是他貪玩這兩個字 真的大家都火都來了 所以今天約在一起 希望警方會看看我們防止虐待動物的條例 CAP169海洋公園有沒有涉嫌 未曾善待動物 團體代表已經初步落了口供 並且向警方提交信件 個案將會轉介給香港仔警署作進一步的跟進 團體指警方將會全力配合 並且可能考慮諮詢各動物團體 而最有可能是漁護處的意見 不過我想請你接觸內容 我們ет當地的情報 由於是抗紅包